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 超多款式 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3月22日是孤颖的19岁生日 在她生日这一天 孤颖将会和著名的演员金翰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双排直播 一个是超人气主播 一个是超人气演员 看到这样的搭配 就已经让不是的网友非常的期待了 甚至在中午 就已经有网友在虎仆开帖讨论了 究竟是孤颖的魅力大 还是金翰能吸引更多的流量 不过在王者荣耀这块领域 孤颖是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通过今晚直播间的观察 网友们已经有了答案 金翰还没到场之前 就已经突破了300万人气 这几乎都是粉丝自发组织的 而8点之后 孤颖直播间的嘉宾数更是超过了1万名 而这其实就是粉丝们 送给孤颖的礼物 孤颖的实力 我们都是已经知道了的 但是金翰的实力 怎么样呢 要知道 孤颖拥有的号的段位 可是不低哦 在看了第一场 金翰的表现之后 网友们终于是 知道了金翰的实力 在比赛中因为孤颖 要带走金翰打 因此被自己的队友 称他们两人为演员 不过其中一个确确实实 是真正的演员啊 不过金翰毕竟 不经常玩王者荣耀 水平差有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网友们 看他们两人的双排 要知道 今晚孤颖的人气 已经超过了415万 这是一个 多么恐怖的数据啊 虽然在直播中金翰 一直出现各式各样的搞笑动作 以至于他们玩了5局 却是输掉了4局 对于比赛的实力 网友们是非常理解的 毕竟实力摆在那里 但是有金翰连续三次 将孤颖的名字叫错 却是粉丝不能接受的 金翰将孤颖叫成了孤存 因此有的玩家留言道 今天 可是孤颖的生日啊 你是来咋场的吗 不过孤颖却是表现得非常机智 孤颖马上就顺着说下去了 问金翰是不是很爱玩吃鸡 刚好二人就吃鸡 又聊了一会 然后话题 又马上接回到了游戏 这样就避免了 惊悍的尴尬 当然 这也只是 一点小小的插曲 影响不到粉丝们 为孤颖庆生的心情 咱们 嘿 感谢观看